台東市天然湧泉游泳池 池水 來自地下湧出的泉水 裡面還有魚蝦 人魚共游是最大的特色 不過近年來水位下降 湧池缺水 附近的民眾認為是周邊的大型建案 太多了 蓋地下室排水 水源都被排光了 前年七月 台東市天然湧泉游泳池 就曾經發生水位大下降 當時水位還有十公分左右 兩年後的現在 同樣是七月 池裡幾乎快要沒水 池中的魚類被迫在僅有的水中活動 游泳池雖然還是在開放期間 但不能游泳 附近居民懷疑 是這幾年 周邊新建好幾棟大樓建案 相連的水脈被大量排走有關 台東市公所曾經邀請專家研判 除了這幾年天氣乾旱缺水也不排除是建案多 把湧泉水脈排走 目前已經規劃發包早景 抽水補滿 有名義代表認為 這可能不是辦法 湧泉時一再發生缺水的情況 可能要思考轉型 這座天然泳泉游泳池是國內少數特色泳池 而且有超過90年歷史 十年前 市公所還爭取八千萬元改建 現在又要轉型 另做其他用途 恐怕交代不破了 不過市公所樂觀評估 等周邊建案完成地下室新建工程 水脈就會回來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 登塔